因为新冠疫情被滞留在湖北的台胞回家心切 除了第二批反台的台胞 当时剩余的台胞中还有152名幼童 学生以及6位孕妇 24号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松口称 随着湖北解除 离岳通道管控 滞留湖北的台胞可以采用一般方式回台 既然它如果不封城呢 那它回来 基本上我们当然会对这些有助记的人特别注意 但基本上还是会照着一般回去加检疫 听到民进党当局终于解禁 台胞们松了口气 但民进党当局内部再次不同调 还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否认了陈时中的说法 坚持这些台胞必须要以所谓包击方式返台 既然武汉跟湖北解释还要包击 还是可以自行坐着飞机回来台湾 包击 关掉包击 好 苏贞昌说的斩钉截铁 有来因明代质疑 民进党当局这一做法显然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让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双重的标准 不是 因为苏贞昌的执着阻挠 陈时中25号也改口了 有人还问我 到底听行政院 听指挥重心 当然是听行政院的 面对制恶台胞的强烈不满 苏贞昌一再网顾事实 妄称台胞不能顺利返乡 卡关就卡在中国大陆 不仅如此 苏贞昌还公然造谣大陆隐瞒疫情 再度刷新民进党当局及其本人的道德下限 苏贞昌大放厥词 还没批评 这明显是在应和美国一些政客 为了掩盖自己在应对疫情上的不利与无能 妄图将疫情蔓延扩散的责任 甩给中国的言论 谄媚美国 讨好日本 是民进党当局的一贯操作 更让外界跌破眼镜的是 在台湾岛内疫情持续升温 防疫物资 尤其是口罩 还非常紧缺的当下 民进党当局竟然打出 所谓口罩外交牌 要出口日本一千万只口罩 日本的花粉口罩 这个是他们对台湾采购的 那这个不在我们限制出口的项目上面 黄花粉的口罩 那个是日本专门订制的 所以跟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这个医疗用口罩完全不一样 民进党当局百般辩解 但岛内网友却纷纷提出质疑 有人说 现在全台湾生产线都设定为医疗级 真有时间调整机器 更改材料 专门生产防花粉口罩吗 说谎也要打草稿吧 还有人挑明了说 台湾市部门讲话没有公信力 面对民众的质疑 此前一再打包票说 口罩管够 民众无需担忧的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 理由也是信手拈来 台湾媒体评论 说到底 岛内的防疫物资一直捉襟见肘 但民进党当局 严守着政治防疫的底线 罔顾台湾民众的福祉 打肿脸充胖子 民进党当局 根本就是搞双重标准